接下來是我們高鞋 不是 我們雙高主要是 開爆三 來 站起來 感情不痠 感情不痠 哪裡 他猜取第2個而已 我猜2個而已 你看高聯鳳的山豬 豬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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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 那是在說好聽而已 娶婆說 不知道的很多就對了 對 一定是的 高級大哥人家不喜歡 不對 你應該是說對 等一下 你那個名牌掉了 對 大哥 你不要太激動 大哥軟掉了 我要講的就是真的 你們跟我們以前的年代不同 以前我最近 我上一代我爸爸媽媽他們在講 我媽媽也回到93歲 是 爸爸也是85歲 所以他們結婚到現在 從來沒有吵架過 他也跟我講過一句 我說那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人 那麼容易就吵架 那我現在就換女朋友 就離婚幹嘛 他說以前他們有一個觀念 東西壞 就是用 拿來慢慢修理修理到 不行了 也不會丟掉 或在旁邊當紀念品 再買一個新疼 對 現在的年輕就這樣 隨便有毛病就換新了 這個起床 交一個女朋友來 動不動就換新個 娶個老婆 動不動就換新個 而且就是說我跟我老公 我們是戀愛七年 對 因為我們都有基礎 感情的基礎 而且你們現在年輕人是 一夜情 我們不敢說什麼 夜鬼或是怎麼樣 我老公跟我認識了 七個多夜 然後跟我 摟我 還要看電影 看恐怖片 借那個機會 我的天氣 他才可以拜 所以說你們年輕人 現在說 沒中就是離婚 因為你們沒有愛情的基礎 而且你們沒有 負責任的基礎 對 他們都事實的 什麼事實 事實 今天日出 今天就上床那個 對啊 他們一夜情 因為他們把感情這方面 當遊戲 完事不公 來 我們來聽聽看大嗨組 你們的反駁時間 一分鐘即時開始 這個 剛才能解釋一下 因為很多都有三房四房 太多了嘛 長輩 然後跑再捧一個小孩 也不知道是誰了 對不對 然後想說奇怪 太多了 你們以前我可以體諒說 女生跟男生以前夫妻關係 因為保守觀念 所以結了沒有人敢離婚 怕旁邊的人笑 心急左右 所以就忍著 就忍著也過了 然後又不開心 那你們是完全不快樂的 而且其實他們雖然還在 但是他們已經分支了 你們剛剛就是 心沒有在一起 那都是你硬來的 然後男生就在外面繼續 繼續跟女生聊 只是沒講而已 就是硬結婚 但是因為你基於愛面子 不敢離婚 你們是愛兒女 對 也好 也好愛兒女 那現在為什麼我們一樣可以養 有兒女 我一樣去找尋自己的幸福 人生一輩子就長這樣子 你為什麼要這麼苦 然後委屈求全的 這樣過了一輩子 我們多談幾次戀愛 多談幾次戀愛 我爸爸媽媽感情 我們老生百個 你說感情不好 會生那麼多 他像你們要吃牛奶 你就吃 就去吃牛奶就好 為什麼要養個子 整顆牛牽回來 都要牽回來 那麼很累嗎 不會 家庭亂七八糟了 因為經驗是這樣 我多談幾次戀愛 到最後我會知道 我想要的是什麼 我最後要陪我走 一輩子的是什麼 不是我第一個練 剛剛在去的家裡 我就要走一輩子 那以後 也很多人交往了十年 最後還是都分出來 你不懂 抱著四車的心理你看 好 大嗨反駁時間已到 沒有我比較贊成年輕人這邊 怎麼說 不是因為真的 我看過太多以前老一輩的 他們就是因為 因為長輩的一些壓力 然後都不離婚 但是還是要因為長輩關係 然後還是跟他的老婆 繼續生活在一起 可是我是覺得 這樣真的還滿痛苦 為什麼他們不就分開 然後各自尋找自己的生活 各自幸福 我覺得那樣 才是比較一個健康 然後快樂的人生 沒有 現在很多都是 兒女都長大 他們才離婚的 為什麼 他們為了就是 一個家就像 要團結 那你就找不到幸福了 但是像你男兒 娶了三七四謝 有的是有小三 把餐廳搞得呼煙瘴氣的 這樣子上新聞 這樣子好嗎 那最痛苦的是兒女 幹嘛你們男人要專一 你看 我們的偶像 他就是一個就是一個 到現在 也沒有離婚 你看 各位辛苦 但其實五哥的偶像外面有別人 有嗎 沒有 真的 我看他 我看得出來 他是個很專情的人 我是個膽小的人 他想 心裡享受 他不敢做 老婆 但是我左手邊 都是生兒育女 有家庭的 在我右手邊 都是單身汗 我還講 包括打根 包括滑花 我講的句比較現實話 我也不唱巴谷 也不唱高調 婚姻在一起 能不能在一起 這當然很重要 男生要扭轉 當你面臨婚姻的抉擇時候 真的就一句話 你愛小孩比較多 還是愛對方比較多 你要為自己比較多 還是要為兒女比較多 我相信很多婚姻 都不是說多麼的快樂 很多都像玉珊姐講的 你在說你自己嗎 不是說你自己嗎 不是說你自己嗎 為什麼 對啊 眼光散散 這就是一個 中年大叔的 這個肺腑之言 中年大叔 你到底要把自己的時間 奉獻給小朋友 還是要奉獻給你自己 在外面 所以你都奉獻給你自己 另外一點就是 我真的覺得 高群大哥講這一塊 一點都沒有生活力 完全沒有 我也是 那你以前就亂七 沒有啦 亂七八糟 來 大海主 開泡三 三心殺手 什麼都愛問 這什麼意思 對 這什麼意思 來 一分鐘開始 就比如說拿今天拿到新手機 你不會用 你就可以用一般的智障手機 就是它只是 多打電話的功能就好 或發發簡訊 你愛用 對 跟我們更流行 但是又不會用 一直問說 這東西怎麼設定 這是怎麼變大 一問 二問 三問 四問 一直不斷的問 但我覺得其實他們 不是真的不知道 因為工作你們都可以適應的來 為什麼手機這麼簡單的操作 不懂了 再來因為3C的東西 我們還要考慮到很多道德層面的東西 怎麼說呢 道德 像我教會了一個長輩 使用了3C的東西 他比方說 這可以衛星定位 可以幹嘛 你可以知道手機不見可以找到 對不對 他把這個交會的東西 拿去定位在他老婆身上 就是說他老婆手機到哪 他隨時說 我現在知道你到哪 你媽回家 為什麼在加油站停那麼久 你在加油對不對 你為什麼跑去 就會變成一個很 我覺得最後來講 是一個不道德的事情 你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侵犯到人家隱私 可是我教會他的初衷 只是要讓你知道說 你手機萬一不見 你要怎麼樣找回來 可以怎麼找 可是你卻拿這一招拿去說 去追蹤別的消息之類的很多 可是對長輩而言 他不知道 他不覺得這是有什麼不對的事情 沒有 這也是長輩的舉意 他對夫妻之間 我知道我老婆在哪裡 很OK 那我定位又怎麼樣 可是對老婆來講 說不定他不想要被你定位 說不定老婆根本沒有 沒有學會 老婆根本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你定了嗎 我覺得要讓他讓對方知道 所以說我覺得在3C上面的 運用上面 我覺得長輩真的需要多一點點 去學習一些3C觀念跟知識 來 我們雙高組反駁時間 一分鐘 開始 他剛剛講的 老婆定時報追蹤那個 我覺得那個老婆 自己本身也要檢討 搞不好她就是 打扮了要出招展 在外面招風引爹幹嘛 讓她老公沒有要檢討 對 這也可能 你講到什麼3C 我們都很愛問 我告訴你 我們這種年紀 不要說我 有一個比我更爽的 我們的小劉哥哥 他真的留住 他時常換手機 時常把我的LINE 都不知道刪掉 不知道什麼 時常都打給我 再加一支LINE 我至少比他還會LINE 那個什麼什麼加一支 其他的有很多 我們真的還不懂 你不能笑 我們為什麼3C殺手 什麼都愛問 因為你吃到我們這回就知道 因為有時候馬上講 你馬上就忘記了 那我們有這個3C 我們就是這樣 可以跟我們的兒女 請更好 我們成長視訊 而且我兒子說 我不用買得不好 她說是很好 請給你們 OK 時間到 來 關於3C殺手 你有什麼想法 其實我是覺得說 老人家他們喜歡 愛用這3C產品 我覺得沒有錯 然後他們其實想要問的原因 也是因為他們想要跟大家 跟我們一起 然後沒有進入 沒有進入的話 對 可是因為他們 而且他們以前 不是腦筋不好 你怎麼都了解 你怎麼都了解 記憶 記憶心的東西我們記不住 手機就是想在換C 因為你們說 到了一定的年紀 才會有3C產品 不像他們從小就結束 所以他們會有一些觀念 都懂 那我覺得就多講幾次 有什麼關係 可是他們就不耐煩 對 因為他們不懂 因為等他們老 他們就知道了 最直接的最重要就是手機換 那個最不會操作 年輕人就是 矮時髦浪費金錢 為什麼我兒子要買那個 Apple給我 他說媽媽你是藝人 有些視訊什麼 你一定要有一些 跟比較懂的事情 所以我才買那個 沒有 我就說 我只要聽看 他說不行 有時候現在像劇本也是這樣 說LINE給你 你就馬上的 可是你知道我會把我 我必須要用的我要學習 其他的我就可以不用用 所以說你不能說 什麼我們常常問 我們都是在學習 只是說愛問是一定要跟你們 閃閃閃閃 兒子這個怎麼用 我跟我互動 故意跟你們聊天 有時候會忘記 像柯瑜在思導 有人按到視訊 真的會 怎麼可能 真的 我是故意的 你是故意的 他是故意的 不是 我視訊 沒有 這個是 不知道怎麼按到 然後我腰尾又不會關 好緊張 就關機就好了 笨 視訊有時候真的不會關 沒有 你就關機就對了 你覺得咧 關於兩邊的這個 其實我之前在 其實有個小故事 可以大家來參考一下 在兩個月之前 有個中年大叔 他因為要換智慧型手機 他不會換帳號 於是他請他國中的兒子 來幫他換帳號 但換了帳號之後 還要換那個付款的資訊 譬如說Visa as Master 然後要填你的中文資料 甚至你要填你的付款方式 跟你的地址 然後他這個國中的兒子 就有一點點的厭煩 因為他打腳 他正在要打電動 電動 轉換的時間 Visa就不耐煩說 爸 你為什麼老是要煩我 你自己不會嗎 然後這個中年大叔 就跟他講一句話說 當你剛上小學 一年級的時候 你看國語日報 跟看所有的漫畫 基本上每三個字 你就有一個字不認識 你就拿著漫畫書來問我 然後我就一一告訴你 這什麼字 什麼字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不會自己查字典嗎 因為你是我的爸爸 誰來問你 這故事的男主角就是我 這故事的小男主角就是我的兒子 當你五六歲的時候 你拿著課本 拿著漫畫書 一直在問你爸爸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爸爸也很煩 沒錯 但是他必須要教你 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他的兒子 他是你的老爸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對 現在明白 年輕人不太了解 年長的人他們的一些做法 但是年長的人不太了解 年輕人的想法 但是為一個方式 可以讓他們 趕快的互相了解 把握時間 現在就開始 我們剛剛去的歷史博物館 一趟 好累 去一趟我覺得我有點累 找出了一些其實不為人知的一些 也不能說清涼照 對不對 遇照 早期愛情動作片 留下來幾張比較特別照片 就被講過 因為我們修正過了 所以說十八就不進了 好不好 那時候他們的穿著 現在他們你們也不了解 就像現在他們穿著 他們也覺得很誇張 我們來看看兩位的照片好不好 我們先看高群大哥好了 你肯定有錢 肯定都有錢 沒有別的女生或是什麼 沒有這個 有但是也是趴著的 趴著 沒有 這是我這個 所以很正經的 你有沒有聽那個 我成為他西山 他們兩個沒聽過 什麼歌 很難有人聽過 就是劉溫正時代的 有 我那時候穿著就很帥 你看 獎盃 這劉溫正時代 重點不是獎盃 不是獎盃 有沒有 是成功什麼 劉那個頭 這是當時最流行的 有沒有 他那個劈頭巣有沒有 劈頭巣就是什麼頭 穿著 喇叭褲有沒有 還有那個西裝 西裝 那個臉是 劉溫正時代的 一定要立起來 有沒有看秦湘寧 秦漢都是這樣 有 有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 美國的貓王也是這樣穿 對 而且病腳也是這樣 對啊 病腳也是這樣 我本來有 我把那個修掉 貓王是要穿喇叭褲的 對 這是喇叭褲 你看 你看 站起來 真的有看到 三七步 好漂亮 好漂亮 穿陽褲嗎 穿起來很好 好像很瘦 你們有發現高群大哥 他身材很好 很好 而且你發現除了他的比例之外 他好像有著一種 狗公腰的東西 狗公腰 你這樣拍的時候 還有狗公腰 你看他的腰其實是有腰身的 對 我一年生兩個 對 好 那不是重點 這個不是重點 我身體很好 好 第三張 這個更加 好像黑白時代 對 怎麼有黑白時代 那是冠軍腰帶嗎 這個 你看穿著 有冠軍腰帶的那個 對不對 你可以很長 對啊 怎麼現在這樣 不是 他搭配 他那個腰帶 是很大的那個 以前流行 還有個性 現在就像W6E那種 對 還有花順衫 花順衫 你看 OK 其實這幾張照片 前兩張我都沒意見 但是第三張就是 強烈建議來賓不要拿黑白照出來 對 看不太懂 因為會有點害 有點可怕 對 大家在三合院會出現在牆上 喂 時代久遠了 還是帥哥一美 我們來看一下玉山姐 我是從12歲我就進入台視 我12歲就進入 是 我一開始就是演歌仔戲 所以我那個時裝照比較少 所以我看看我曾經 我年輕的時候是 十漂亮 開山嗎 那是三十幾歲 不是 這是演一個很魯莽的那個 經典少女 所以我穿那個鮑魚 對 鮑魚 妳沒有做安全措施嗎 有 一定要的 然後再來 我看還有一張是我的古裝 兩個東西 這是三十幾歲的 好正喔 對 所以我也是曾經那麼美 妳現在還是很漂亮 妳現在很漂亮 妳穿這一身 打扮最少年輕二十歲 而且玉山姐以前就是 空氣有講話太誇張了 這四十幾歲 四十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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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看起來好像三十幾歲而已 對 現在我六十幾 她也說我五十幾歲而已 對 五十幾歲 四十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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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嗎 沒有 這三張而已 現在我們來嚴格問一下 年輕這一組 海獎跟大根 看這些照片 他們有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高群大哥帥不帥 帥 高玉山姐姐正不正 正 如果同樣年紀你會不會想去追玉山姐姐姐 那一定追 但是你保證追不到嘛 對不對 因為她的表現比也好太多了 沒有很多人在追 對啊 所以說這個 回到同樣的時光裡面 大家都覺得 這麼兩個是俊男美女 到現在還是一樣俊男美女 只是時間它是公平的 時間慢慢過去 人是一定會老的 所以說希望 還是重複剛才那句話 希望我們年輕人 可以了解我們年長的 他們的做法是為了什麼 對 所以希望年紀大的朋友們 花點時間思考一下 年輕人她的想法到底怎麼樣 與時俱進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 其實都是因為 深愛的對方 沒錯 但雖然他們管很多 但是他們出發點真的還是好 對長輩就是孝順 那我們對兒女就是包容 沒錯 總共在保護你們 總共言之一句話 我覺得長輩說的話 爸爸媽媽說的話要聽 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大家 到我們紐約前的這個 五花教主粉絲團按讚 有很多節目的相關訊息 都可以在粉絲團上面查詢 那今天謝謝你們了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姐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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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下次再來